说到金门县政府的部分 在今天是开放施打剩余的800剂莫德纳疫苗 有不少人提前在网络预约或者是电话预约都没有成功 所以也导致一大早就到现场来排队要碰碰运气 没想到大部分人都还是没有排到 但是因为这金门县的民众大多都想要打莫德纳 就算只有残疾他们也愿意 如果说这次没有抢到可能就只剩AZ可以施打了 就民众抱怨真的很辛苦 也希望政府能够好好的规划 不要让民众排队强打疫苗 一大早诊所外头出现常常排队人龙 金门县府20号针对一到九类开打剩余的800剂莫德纳疫苗 提时类则配合中央规划同步开打 不少人第一时间就到现场等候 有人甚至半夜三点就来排队 只要是莫德纳就算是残疾也想想想看 早上八点秩序就乱成一团 因为800剂莫德纳每个市大站分配到的数量少之又少 民众打电话或是网路预约都没成功 直接到现场排队碰碰运气 还是没强到 这是在排队吗 排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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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队没对吗 排队没对吗 我四点就来了 你说排队吗 很辛苦 辛苦 16号去那天 不知道怎么说现场排队建议 怕早上就没得及 怕一电话筋 怕到的时候 他说二百 我说人有速度接近 政府应该是可以稍微 思考一下 看得到却打不到 民众直呼真的很难排 不过另一头 还是有人顺利完成施打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可能要过一阵子之后才会知道 因为我比较靠近乐趣 所以想说会比较危险 疫苗数量本来就有限 加上民众独中莫德纳 森多粥少的情况下 民众强打 几家欢乐几家愁 谢谢叶健雄高材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